林鄭月娥女士所得票數為777票 林鄭月娥其後發表勝利宣言 希望能夠建立一個恆常的溝通機制 為行政立法關係打好基礎 我想再次強調 我組織的管治團隊的原則 是廣立而能 用人為才 只要有心 有力 有承擔服務香港 不論派別 我都會誠意邀請他們加入 我特別希望發揮青年人的力量 青年是社會最大的活力 更加重要的是 青年往往走在社會的前端 帶動 驅動我們的社會前進 林鄭被問及 若施症受到中央的阻撓時 是否有膽量抗衡中央命令 她就說她是無畏無懼的 我的膽識好像大家都見識過 當做一個公務的時候 我都是無畏無懼 為香港做實事 上屆特首梁振英當選後 每日就到中聯辦 被指是去借票 林鄭月娥就說 行政長官禮節性拜訪中聯辦 是有需要的 這不是借票的工作 這是禮節性的需要 因為作為一位後任的行政長官 是要有一些禮節性的工作 是會在未來這幾天展開的 有記者問 林鄭日後如何兼顧家庭和工作 她就流露了感性的一面 我們結婚32年 其實可以一起 相聚的時間 不是很多 甚至少到有些人不是很正常 所以擔心她有紅藍資金 所以她為我犧牲很多 選舉前的民調顯示 林鄭月娥的民望 是三位候選人之中最低的 有時事評論員就認為 林鄭月娥日後的施政 可能會比較困難 其實在民主派的支持者一面 她拿到不夠一成 或者大概一成左右 也都顯示 即使民主派 即使和她繼續集合馬 其實都不需要擔心自己選票林鄭月娥 所以本身我相信 這個都會造成一個 在私情上的約會 主持網記者譚麗媒報道